這也要跟大家普通一下就是 如果 因為我們以後都在原刀上做嘛 那你做好了 你如果網路可以 當然是可以直接在上面 像我這樣直接做demo 但是萬一 萬一不行的話怎麼辦 你說網路比較不通啊 對不對 或比較慢啊 或根本就沒有網路 那你可以按一下 好像我給各位的一樣 就是變成一個資料夾 壓縮起來 那這裡呢 您可以看一下 從這邊 您進到那個簡報內容 如果您現在那個是 Dex Out的版本的話 您可以先把它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把它怎麼樣 上傳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叫upboard 你就可以傳到那個 上面去 就是雲端上面去 但是注意一下 Dex Out的版本 你在存檔的時候 它會問你一個標題 就是上傳的時候 會問你一個標題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title 對不對 這個title 很抱歉 呃 如果你用桌面板 就是不能打中文 桌面板 也就是說你 上傳上去的時候 會先用英文的 但是呢 你可以到上面 到網站上 再把它改成中文的 所以你看我的 是不是我變成中文的 有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它的title跟書名 以這一塊來表 目前已經能打中文 好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你上傳上去之後呢 在這邊 你可以看每一個 看你要哪一個 這裡有那個share 這裡的share是比較單純 就是有網址 那麼你要頂進去裡面 點一下 點一下 現在進到裡面 像我們現在這邊 這裡 好 這樣 欸 不見了 這一個齁 好 沒有關係往下 你看這個下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download 對不對 那它download 那它download有分兩種 點了之後 這裡會不一樣 一個是pre-lending 就是跟你撿包容而已 其實我們office也有這種概念 包容的 就是說 比如說你用比較新版本 可是我教室裡面 可能是office2000 對不對 那2012 2013的 就打不開嗎 那所以呢 它有一種叫做 欸 打包容 就是它可以把那個 新版本的view 打包在那個檔案裡面 那這樣你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看 但是不能編輯 這個就跟那個概念一樣 所以 你pre-lending這個就是 可以看的 你就按download pode 它就會先準備一下 準備好的 就會出現那個下載的畫面 有沒有 現在在上面的準備中 對不對 好了它就會給你網址 那就按下載 就會看到跟我 就是跟各位分享的那個檔案 解壓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來用 這個是 如果您本身 想要把它就是 下載下載 的話可以用這樣 那編輯還是在上面 編輯還是在上面 那麼如果 老師想要把它變pdf 其實也可以 你如果就是說 我想要變pdf 就變成 每個slide就是一張 投入片的話 也可以 它可以下載成pdf 只是我們沒有很建議 各位這樣用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slide 都比較多 就是那個 投入片都比較多的話 你這樣弄很 不好看 你要去安排一下 不然的話那個 印出來 我是覺得效果差很多 這個是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我們剛剛有一個 這個地方 是要跟大家補充的